好 我们接着来看第6点 第6点是一个叫做Perfilence Flagment 这么一个类的一个使用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过 这个Flagment里面 它有三个类型的子类的一个 三个类型子类是吧 我们打开这个API文档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APP主件里边的Flagment 这一节里面对吧 我们看到这边 他说创建一个Flagment 我们可以有这么几种方式 Dialog和Flagment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它是一个代表一个 一个对象框窗体是吧 窗体 那么List的Flagment 就类似于ListActivity一样 就里面有一个ListView 在里面 所以这个也比较简单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Perfilence Flagment 我们要这一节 要来讲这个类的一个使用 是吧 那么Perfilence 我们前面大家回想一下 应该给大家讲过了 Activity用来保存 一些参数值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 用Cell的Perfilence 还记得吗 Cell的Perfilence 就保存成一个XML文件 在我们的私有的 应用程序文件夹下面 是吧 我们可以用来保存一些数据 那么Perfilence Flagment 用来干什么呢 等下它对应了一个还有一个叫Perfilence Activity 这之前没有 没有Flagment之前 那么可能会用到 Perfilence Activity 那现在可能它就不用了 是吧 不用了 就用这个Perfilence Flagment 来实现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那么它提供的功能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可以用它来实现 比如说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菜单项的一个设置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经常进入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进入一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你看 这应用程序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设置项 对 比如说你进入一个新闻也好 还是一个什么也好 对吧 它里面都会有这个 比如说要不要清除缓存呢 这边是有带这样的按钮啊 有个箭头啊 这些属叫什么 这叫 这叫一些用户的用户的偏好设置 类似于是不是 偏好设置是不是在每个程序里面都会有啊 都会注线 都会存在的吗 OK 那这个Perfilence Flagment 就可以用来实现这个功能 知道吧 可以实现功能 它是用户的它设置的一些偏好设置 哎 对 偏好设置 比如说你要设置这个这个是不是WiFi打开啊 什么时候自动打开或自动登录 或者这些这些用户的一些喜好 是吧 一些一些用户的操作习惯 那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来实现 然后它实现的方式呢 是这么来实现的 你看啊 这里面是它的这个步骤 我们看这个PET里面 PET里面 当然了 它只要3.0以上才能使用了 因为它是Flagment 对吧 好 我们看一下 在IS这个文件夹下面你可以建一个XML文件夹 这个XML文件夹里面呢 再新建一个Perfilence XML文件 这就是这个配置属性的一个一个XML文件 它用这个XML文件的方式来进行 来进行这个配置的 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创建一个类Flagment 来去继承Perfilence Flagment 然后呢 通过调用AddPerfilence FromResource这个方法 把它加载进来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我们呢 首先我们在IES下面 对不对 对 我们要新建一个嗯 新建一个安卓资源文件夹 是吧 嗯 安卓资源的一个文件夹 你这个文件夹呢 你可以呃 你看XML文件夹 是吧 OK 嗯 你这边建立一个XML文件夹了 在IES下面啊 它有XML文件夹 不能叫别的名字 只能叫这个啊 然后新建一个XML文件 是吧 这是要文件呢 你就可以写成什么呢 嗯 嗯 啊 这呢 它就是直接写的是这个 呃 叫做 叫做Perfilence 是吧 嗯 直接用的是这个Perfilence 这个名称 实际上这个名称呢 你就 无所谓了 是吧 你就可以自己去去定义啊 比如说我们这样啊 这不能用大写 Perfilence XML OK 这是表示 我创建一下一个属性文件 OK 好 创建完这个属性文件以后 这个文件里面就来描述什么呢 用来描述你有哪些选项 你的这个配置项里面都有哪些 是吧 都有哪哪些 那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它这边有个实例 是吧 有个实例你看 每一个叫做Perfilence Category 就是一个分类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分类 是吧 嗯 一个分类 那就它就会有一个间隔 有一个间隔 比如说好比是我们这个这个材料里面 你看 这上面有一个无线和网络 然后下面就个人 对吧 这就是一个分类一个分类了 能看清楚吗 嗯 帐户这是又是一个分类 就表示一段一段的对吧 一段的 每一段是什么呢 那每一段就是一个Perfilence Category 知道吧 好 我们把这一段代码选手拿过来 我们给它 招上去 当然了 这个title呢 我这里是可能是都要改了 是都要改了 因为我这里是不存在的吧 对对对 对吧 不存在这个内容 那假如说我这个checkbox 这是什么checkbox啊 这是一个checkbox Perfilence 就是一个 是一个 选中 选中框 对吧 复选框的这样一个 一个属性设置选项 是吧 属性设置的一个选项 好 那你这个title的名字呢 你可以比如说 呃 勾选 什么 可以 我简单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配置项 配置项的时候 经常会写一些什么配置项 用来选选勾的 比如说是否是否震动啊 什么的 是否开启音乐 是否开启震动 对我说是否是否打开这个声音 好吧 嗯 是否打开声音 这是key 这是你的这个呃 一个key 就是唯一就ID一样了 好吧 然后这是你的标题 是吗 嗯 你显示的这个 应该是属于游鱼设置啊 这一类 对 这个是你的这个 这个才是这个 这个才是你真正里面的那个要打开的那个那个内容 是吧 是吧 或者这个叫打开声音 嗯 是吧 这个呢就叫做你可以做一个分类 这个叫声音设置是吧 声音设置 就是打开声音 然后下面这个呃 summer 呢就是一个呃提示 一个一个一段提示文字 就告诉你选择这个有什么好处或者什么 什么就更详细的一个说明是吧 那比如说嗯 嗯 嗯 设置 打开声音 后 可以自动 开启啊 这不是废话吗 哈哈哈哈 开启这个音乐 好吧 嗯 音乐 OK 我这个选项就 就填完了 嗯 这是一个选项对吧 好 我们再看 嗯 再看还有什么呢 这是一个呃 checkbox的方式 还有这个id text 这是一个输入框的吗 是不是 输入框 输入框里面呢 还可以带这个list 你看这个list perference 就是带这个列表像的 是吧 这可以带列表像的 这个这个这样一个功能 呃 这个功能呢 你看一下你拿过来用啊 好 这是第二个选项 站过来 第二个选项里面呢 这个是呃 可以 弹出一框 让你进行一个选择 是吧 进行选择 那比如说你选择什么呢 选择你的这个 嗯 假如说我们说这个城城市吧 当然我自己是随便写 对吧 对 随便写 这是title是一个城市 然后这叫id text 这是不要你输入你的这个这个城市的名称啊 对对不对 对 城市 这个名称 然后呢 这个就是 我说请 请输入 是吧 城市 名称 是吧 然后这个是 你输入的时候 你输入的时候 他会有个对话框弹出来 这是自动他设置好的啊 设置好的 所以说你要为那个对话框 设置一个标题 叫做dialog title 是吧 标题 那就是 呃 也叫城市 名称 好吧 城市名称 这是第一个选项 是吧 嗯 第二个选项呢 但是你有一个列表是吧 哎 你可以输入一个城市名称以外 但还有一个这是一个列表 列表项 列表项里面就是可以 点击以后会弹出一个列表 让你选 选一个值啊 这种是输入框 这种是选择框是吧 是列表方式来进行选择 那这个的话呢 你也可以啊 呃 做一个设置啊 比如说这个是 嗯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就是像之前做那种列表似的 那种先弄一个值不串的那种 哎 对 你可能还需要有一个有一串值不串 比如说你你先我们先举个例子 这里面你可以用来选择什么 刚才选择城市 这个选择 这个选择 这可以用来选择 刚才那个是输入是吧 对刚才输入 这个输入算了 我们这个不用名称 就输入你的这个这个尼称吗 好吧 我们就说啊 我就说 尼称 你这个尼称请输入 请输入尼称 尼称是吧 好 这个就叫尼称 我这个呢 来叫城市更好一些是吧 对 叫城市 当然 名称啊 然后这里面就是你的这个 上面就是提示了是吧 嗯 请 这个选择一个什么这个 城市名称对吧 好 对应的这个显示的内容之处 对应显示的内容 是不是要有这个 那个城市的名称啊 然后下面这个title标题就是 就是城市 城市 城市的名称了 对吧 嗯 这两个看一下啊 我们需要在value 然后市军里边 嗯 我要定义一个 这叫市军耳率 嗯 CT是吧 对 我要搞一个CT 然后这个CT 然后这个CT里边item是什么 城市 城市还是那之前写的几个啊 我们简单来来来来四个啊 北 北京上海 上海是吧 上海 广州 上海 广 广 广州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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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四个城市对吧 嗯 四个城市 然后如果你看这里啊 这里我 CT是吧 对 是吧 这个 然后这个entry values是什么呢 就这个是让你看的 这是真正存进去的值 如果你想用一样的 那就是可以写一样的 也可以写不一样 比如说我有一些写法 可能是用一二 保存的时候为了更方便 可能用一二三四来表示 一表示北京 二表示上海 这样我存值的话 就存一二三四 就不存北京上海 但是看的时候呢 让你看见北京上海 还是看那北 你不能看一二三四呢 看不懂是什么呀 是不是 所以你可以写两个 也可以写什么 一样 也可以写一样的 对吧 我们这里就比如说我们写成 写成一样的 嗯 OK 写成一样的 好 这是定义的两个了 对吧 定义了两个 这样一种方式了 当然还有很多了 还有呢 我们就不一一给他写了 还有你看这个checkbox的 对吧 checkbox的 我们看还有什么 你还可以点一个intern的 你看 你可以打开一个 触发一个这个intern的事件 对不对 触发一个你看他就会打开这个网页 你点击的时候他会跳到这个网页上去 OK 嗯 checkbox 这都是一样的 都是checkbox OK 然后我们写一个类 通过调用add preference from resource 方法把它引入进来 是吧 就OK了 好 我们在这儿 我们要新建一个flagment 是吧 嗯 新建一个叫perfinance flagment 是不是 对 perfinance flagment 你看 嗯 然后这两个先去掉啊 OK 好 就OK了是吧 OK 就OK了 然后创建完这个flagment以后呢 你看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呃 继承最继承的时候 继承这个叫perfinance perfinance的吧 fragment 继承这个类 是不是嗯 继承这个类 然后呢 里边的这些方法通通都不要不要 嗯 嗯 实现oncreate方法 然后通过调用这个 add perfinance resource r.xml.perfinance 把它引入进来 是吧 对 一屏幕进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呃 这个建完了吗 建完了我们怎么把它显示上去呢 现在 怎么把它显示到这个上面去 我们还需要有一个activity是吧 啊 对不对 嗯 嗯 我们再建一个activity 应该是4 哎 activity应该是4了 对吧 嗯 activity4了 ok 好 我在这个activity里面呢 我就直接写了啊 没有用动态的方式了 嗯 flagment 然后这个呢是match match 然后呢是 呃 id是叫做什么 叫perfinance 这个flagment 又写错了吧 得得用那个什么 呃 at 加id是吧 嗯 对的方式 对不对 ok 然后呢 name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perfinance 是这个吧 啊对 ok 这样的话我整个一个界面就是 整个界面就是这个flagment是吧 对 整个界面就是这个flagment的方式 这是他的这个name跟id啊 name跟id 好 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给他加载进去了 第四个 第四个 ok 就加载完成了是吧 嗯 加载完成了 好 然后你要看到他存在哪呢 注意这里为了帮大家方便看 我还得用一个 这个 模拟器来给大家进行测试 为什么呢 因为手机里面我们现在是看不见 那个那个手机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 这个 存储的这个文件啊 对啊 存储的文件是看你是手 真经也是看不见的 但是模拟器呢 我们是可以看见啊 可以可以进行看见 嗯 好 我们启用一个模拟器 然后给他打开看一下 然后 如果 他存储完了以后呢 他会默认跟我们之前 之前的那个叫sell the performance 那个文件存储的位置是一样的 嗯 知道吧 对 存储的位置是一样的啊 也是在那个 呃 私有的那个文件夹 我们的这个工程下面 然后有一个会产生一个 xml文件 然后里面的配置像 就是我们的这个 你设置的那个配置像在里面 嗯 ok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 启动完成是吧 启动完成 现在我要 呃 我还得改一下啊 改哪里啊 把这个3给他 屏蔽掉是吧 对 我们现在用的是4 ok 那这里我倒是有一个问题 嗯 安卓他 到时候我们这个配置 就配置完之后 他不是生成一个就是xml文件吗 嗯 但是这个文件就比如说 将来我把这个软件 我不用我不用了 把它卸载了 那他就没了 啊 他不是他不是一直保存在手机上的 这个东西 他是保存在一个叫私有的文件夹下 跟你这个程序在一起 所以只有你才能访问到 然后你卸载了 他整个就卸掉了 啊 我就说我还以为 刚那个跟电脑上好像 我觉得就是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电脑上装一些东西的时候 嗯 配置好之后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卸掉卸掉 卸掉了 再装的时候他那些东西还是给你 还还在 对还在 还在 但手机里面自己不是 这些就没有 那还挺好 对 就会有成为这个垃圾数据 对对对 你看我们现在设置的这个是不是这样的 你看 这有这个声音设置是吧 嗯 然后那个打开关闭声音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简单一个提示 好 你可以进行勾选 是吧 对 进行勾选 然后下面是第二个选项就是程式 程式这个选项 程式里面有两个是吧 嗯 一个是倪称 请输入倪称是吧 嗯 嗯 然后点击一下呢 你看他会谈一个框 嗯 对吧 哎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倪称 OK 啊 就输进去 这算算出 算出 但是在这他没有显示啊 那点击以后他有是吧 对 有 然后城市的名称 请选择一个城市的名称 你可以选一个 是吧 你看这里显示了值 比如说我选择的是上海 哎 这就选 选 选择已经选中了 哎 你看但点击的时候他就选择上海了 对 对吧 哎 就选择上海了 OK 好 这个配置完了以后这个值已经保存了 你现在已经 对 这个值已经被保存了 那保存在哪呢 我们看一下 DDMS里面 我们这个模拟设备这个 安卓的这个设备模拟器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 这个文件夹管理的 那个里面 我们可以找到 那我们在手机上是找不到的 手机上是没法看的 只能是模拟器里面可以看 但是你可以通过程序 去把它读出来是可以的 你看 现在我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模拟器 是吧 存在哪呢 存在date目录下的 date目录下的 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那个程序叫什么 程序叫做 三十七 flagment的对吧 三七flagment 你看里面会有一个叫 celled performance 看到没有 对 看到没有 默认情况下的名字是这个名字 对 是这个名字 你可以把它 弄出来 是吧 诶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值是不是存在里面 是吧 OK 好 现在已经保存到桌面了 是吧 保存到桌面了 那这个我可以关掉 可以关掉 然后呢 你可以 是不是这个文件 对 我可以用这个打开方式 文本编写起 对吧 啊 这个wins 保存进去了 上海这也保存了 然后这个checkbox呢 是一个tree 因为我勾选了 对 然后这里 这列表呢 保存了一个上海 嗯 是吧 保存了一个上海 这是一样 这样一个字幕创的方式来保存 如果你想在程序当中去获取 怎么去获取呢 你看下面有两两两极代码啊 为了方便大家 我把它放在这里了 在本类中获取sale performance 你就直接get the performance manager 然后sell the performance name 就可以拿到这个名字了 啊 你拿到这个名字了 或者你可以直接呢 通过get default的这个sale performance 然后呢 拿得到一个sale的performance 然后就get它的值就可以了 嗯 OK 这是两种这个方式 叫get啊 这个 呃 perference perference 就perfluence per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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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ager 是吧 啊 对 哪个 是不是这个 点儿get 这个是 defaultsale的perfluence 对不对 对 哎 你就得到一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默认的啊 默认的 你没有取名字的 他就默认 默认的 叫sell的perfluence SP 然后你通过他 哎 你就可以获取get 你相应的值了 这个key是什么呢 key就是你在这个配置文件 xml文件里面 定义的这个key 是吧 你要获取这个值的话 就用这个key 你要获取这个名称的话 就用这个id的perfluence 但我这里名字没有取好 这里checkbox perfluence 是吧 根据这个名称 你就可以得到 你相应的这个 比如说我拿到这个 这个这个值是吧 嗯 我要获取这个值 然后我就通过 点儿 get 这个使劲是吧 使劲 然后是不是给一个key啊 嗯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是不是给一个空值 对吧 啊 OK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 泥称 就可以拿到这个 泥称 是吧 对 那你呢 就可以啊 比如说 把这个泥称给输出一下 是吧 嗯 给输出出来 就可以了 就可以得到这个配置文件里面的相应的这个值嘛 然后如果你要自动登录的话 你把用户名义码都填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从这代码里面把这个用户名义码给取出来 取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登录 操作就可以了 是吧 嗯 是比较简单掉啊 嗯 好 这是这个 呃 perfinance 然后 flagment的一个用法 啊 的一个用法 OK perfinance flagment 中来做属性的配置 那么可能大家以后在应用当中呢 还是能够用得上 是吧 还是能用得上 好 好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呃 flagment的这个内容呢 就给大家说这么多了啊 讲这么多 我们会往上再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呃 首先 什么是flagment 什么是flagment 是吧 嗯 flagment它就代表一个碎片 那我们重点强调的是 未来大家在写应用程序的时候 能用flagment就用flagment 优先考虑使用flagment 对吧 不要用activity OK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定原则 自然账量太多了 对 这是我们这个啊 这个也是谷歌官方 或者说按照官方 给我们推荐啊 使用的这个flagment的一种 一种方式啊 给我们推荐去使用flagment 这是大家要技术的啊 注意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如何去创建flagment 两种方式 对吧 两种方式 第一种呢 是用静态的方式 在这个xml文件中进行配置 第二个呢 是通过代码去创建的吧 代码创建呢 可能要里面要用到事物管理的吧 里面用到事物啊 替换添加啊 删除等等这个操作 管理flagment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个是 这个flagment可以作为 跟activity一样 进行入战出战的一个操作 是吧 入战出战的操作 这样的话呢 让我们的flagment 好像就跟activity一样 是吧 activity一样 OK 然后就是flagment的这个参数 怎么进行传递是吧 怎么进行传递参数啊 不要用构造方法 而是要用这个什么 一个静态方法 然后传进来以后 通过band的绑定 然后再设置到那个flagment里面 单独给我们啊 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叫做 augment这样一个参数啊 用来存放我们的这个参数 OK 这样的话呢 在旋转屏幕的时候 它这个参数才不会丢失 才会保存下来 因为它里面内部机制 会去从这里面才去拿值 好 第五个就是以activity之间的一个交互 交互的时候呢 我们说到了一点 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哪一个是触发事件员 你就在哪个里面定义 它的这个事件接口 是吧 事件接口 然后呢 把这个activity去实现这个事件接口 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通过attacks方法里面呢 把它这里做一个强转换 强转换 然后呢 在你需要的时候呢 就去调用这个接口的方法 对吧 调用接口的方法 然后通知activity activity接到这个值以后 你就可以在activity当中 去调用你另一个需要改变值的flagment 去设置它的相应的值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交互 然后第六个呢 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个叫做 Perferenceflagment 这么一个属性类的一个使用 对吧 这个呢 主要是用来做这个 后面的这个属性的一个配置 用户 比如说用户习惯呢 用户爱好啊 用户自动动物等等 一些值的一个配置 好吧 OK 那我们flagment的这一节内容呢 应该还是说非常非常的重要 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呢 还是多去理解反复的去练习 练习敲代码 是吧 OK 这个很重要啊 总之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 说两遍 说两遍 还要多说几遍是吧 好 那么这一节内容呢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被诱言 快乐 受念 多了 松了 转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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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